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17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中因為間諜氣球引發的大戰仍在持續 美國對支持中共氣球監視計劃的 六間中企實施制裁引起中共反彈 2月15日中共揚言採取反制措施 遭到美國國務院的駁斥 在星期三的簡報會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堅持氣球是被催離航線飄浮在美國領空 他指責美國政府擊落氣球 和制裁中企的決定 聲稱這是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 中方要對美國實體採取反制措施等等 星期三下午在美國國務院簡報會上 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Net Price 回應說 美國將始終取取負責任 審慎和適當行動 來保護我們的人民 保護我們的利益 針對中共氣球飛出航線 並且中共不打算使用監視氣球的可能性 普萊斯表示 他不會對中共可能有或可能沒有的意圖發表意見 這並不重要 因為這是一個確實侵犯了美國領空的高空監視氣球 它確實違反了國際法 汪文斌還說 北京稱自去年5月以來飛越中國的10個美國氣球中 有一些飛越了新疆和西藏 對此普萊斯回應說 中共試圖指責美國也做了同樣的事情 但這是虛假信息 美國副國務卿社曼 Wendy Sherman 星期三也重申 中共關於美國氣球的說法是錯誤的 美國政府沒有在中國上空放氣球 普萊斯還表示 美國敏銳意識到中共構成的挑戰 這些挑戰有多種不同的形式 間諜活動威脅或對美國公民、美國公司、 美國政府數據或機密信息的濫用 我們決心揭盡全力與此抗衡 美國國會參議院15日也一次通過兩項決議 譴責中共間諜氣球、侵犯美國主權 儘管國會兩黨存在嚴重黨派分歧 但雙方都對中共的間諜氣球監視計劃 以及北京在全球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影響力表示擔憂 這促使他們在對華以及國家安全問題上 罕見地保持一致 對於中共揚言報復 很多華人網民都嘲諷說 裝個攝像頭在人家家中揚言報復 不要隨隨便便就在外交上說這種恐嚇的話 若不是人家家發生的任何意外都可能算在你國頭上 制裁蘋果將富士康趕出中國禁止蘋果在長國銷售 制裁美國公司同等制裁北京這樣嗎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政席俄烏戰爭一週年之際 在上週訪問了美國 在商討對烏克蘭的武器支持的同時 表達了對中共在印太地區軍事行為的關切 卻惹來中共的急忙反駁 自稱是在和平和安全問題上記錄最好的大國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2月9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自誇 我們從未侵略過任何國家 也從來不搞代理人戰爭 從來不在全球搞軍事行動 不以武力威脅其他國家 卻遭到美國之音一條一條地揭露 美國之音15日在《揭方頻道》說 中方上述的說法是錯誤的 首先所謂中共從未入侵任何國家 事實上是中共曾經入侵過越南和印度 1979年2月 數十萬中共軍隊 越過和越南長達600公里的邊界線去教訓越南 這場戰爭持續了一個月 中國項目The China Project 網報導 歷史學家陳金、King Chan曾經估計 雙方都有2萬5千多人死亡 3萬多人受傷 另外中共在1962年10月 向印度發動一場歷史一個月的邊境戰爭 在1967年再度到印度發動系列邊境戰爭 最近一次中印邊境衝突發生在2022年12月 另外毛寧說 中共從不搞代理人戰爭 美國之音指出 中共奪權建政之後 向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 提供了大量軍事、經濟和政治上的支持 在1970年至1975年 柬埔寨內戰支持紅色膏棉 紅色膏棉執政時期 充滿了殺戮、飢餓和暴行 中共是唯一關鍵支持者 中共亦在越南戰爭期間 向共產北越提供了大量援助 包括武器、彈藥、軍事顧問和士兵 和北韓戰爭期間援助北韓方式類似 至於中共自誇 從不在全球搞軍事行動 美國之音揭穿它說 中共不但在南中國海爭議海域 擴大建造人工島 並通過部署戰鬥機、反艦和防空導彈系統 以及激光和干擾設備 將這些人工島嶼軍事化 最近發生的爭議是 中共海警船在2月6日 在南沙群島仁愛暗沙附近 以軍事級雷射光 照射菲律賓海岸防衛隊旗下一艘船 導致艦上人員暫時失明 導致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 召見中共大使表達嚴重關切 以及菲律賓外交部的抗議 澳洲國防部報告也指責 中共戰機在空中咄咄逼人的舉動 對機組人員的安全構成威脅 日前湖北武漢、遼寧、大連等地 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 這場被稱為百發運動的抗議活動 後續可能引發連鎖效應 有報導指 這是繼去年年底 民眾反封控示威後 習近平當局面臨新的危機 2月8日 武漢有上萬退休人員聚集在市政府前示威 抗議依保改革 由於當局沒有解決問題 在15日 他們再次上街抗議 武漢最少有數萬名退休人員 聚集在解放大道、中山公園等地 抗議依保縮水 從網傳的大量影片顯示 武漢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鎮壓抗議民眾 雙方爆發激烈衝突 多人被勾打逮捕 也有人高叫 打倒反動政府 15日同一日 大連和安山的退休老人也走上街頭 抗議當局的依保改革 並要求將錢還給民眾 這是繼去年11月底 上海、北京、武漢等十多個城市的白紙革命以來 中國民間有一輪最大規模的抗爭行動 彭博社2月15日報道 中國退休老人返回武漢街頭 抗議政府削減醫療福利 凸顯了習近平當局 在去年11月的歷史性反風控示威之後 又面臨的新挑戰 儘管有嚴格的審查制度和大規模政府監控 但中國公民在抗議政府政策方面 變得越來越大膽 最近幾個月 居民抗議煙花禁令 停滯不前的房地產項目 強制性隔離措施和拖欠工資 在這個過程中贏得了政府的一些讓步 報導指出 這些事態的發展 可能預視著習近平在打破常規 獲得第三個任期初期所面臨的挑戰 中國問題專家 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馮崇義認為 反抗通常都是他們看到有勝利的希望 有成功的希望 他們才會去參與反抗 所以這就是白紙革命和這個白法革命體現出來 一個新的形勢、新的啟示 就是白紙革命 主要是年輕人 現在這個白法就是老人 裏面的信號就是中國有一個全民性的不滿 這個全民性覺醒覺悟 要出來反抗也是全民性 近日有兩宗中共人權迫害的事件引起外界關注 三年前中國公民記者方斌為了調查新冠病毒真相 遭到中共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日前連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也發聲 CCC在一則2月9日的聲明當中說 方斌、公民記者和法輪功學員 三年前的今日因為報導新冠疫情被拘留 委員會主席要求中共立即釋放他 並釋放所有因為報導中國疫情而被拘留的人士 方斌在20年2月1日用影片記錄了武漢第五醫院 5分鐘內搬出8具屍體的情況 引起國內外轟動 他還在影片中強調 新冠病毒是天災和人禍 高呼全民反抗暴政 第二日他就被中共當局拘留詢問 2月9日他在武漢家中被當局安全官員抓捕 方斌作為異議人士已經被美國的中國委員會 記錄在政治犯數據庫之中 該委員會指出 折禁方斌的下落和拘留他的法律依據不明 方斌曾經表示 他做公民記者的動機 是為了講述大家需要知道的真實故事 但是中共官方的媒體卻不會報導這些真實故事 在武漢疫情爆發期間 中國公民記者方斌、陳秋實、李澤華和張展等人 都因報導疫情真相被強迫失蹤和判刑 不過 目前指成方斌下落仍未明 另外 一名陽光碎氣的大男孩龐芬 日前在互聯網上也受到格外關注 這名原四春廣播電視台的主持人 年輕的生命已經永遠定格在30歲 2月11日 推特網友《豆瓣娥早日報》貼出影片 稱龐芬去年12月在中共監獄裡被活活打死 從畫面中可以清晰看到 他的遺體報滿雨青和紅腫 心臟部位有明顯雨青、嘴角有血跡 法輪大發寧衛網2月15日 報導了法輪功學員龐芬被捕前的更多細節 知情人士表示 龐芬同同收法輪功的四川學員 黃祐萍一起發放法輪功真相資料時 而此被監控追蹤 黃祐萍在2020年7月26日被非法抄家抓捕 第二日早上 龐芬出門上班時被非法逮捕 隨後被枉判5年入獄 2022年12月2日早上8點 龐芬的母親接到監獄通知 說龐芬生命誰偽 10點宣告死亡 年僅30歲 知情人士透露 龐芬是中國傳媒大學2010年本科生 畢業後在四川廣播電視台擔任主持人 有人向推達網友豆瓣娥早日報透露 他在21年夏天在成都看守所 和龐芬有個45天的接觸 並說龐芬教了他很多東西 非常善良 龐芬敢於站在最前面 指責警察侵犯人權 非法監禁 舉手頭髒體現出超高情傷 是個受過高等教養的人 有報導稱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從1999年以來從未放鬆 但中共信息封鎖 外界能獲知的迫害數字 只是冰山一角 法輪大發信息中心發言人張二萍說 這個悲劇的發生 大家都很悲哀 一個30歲 年輕 很有陽光 那麼衰氣的一個男孩 而且是一個電視主持人 被中共迫害致死 就是因為個人信仰 信仰法輪功 資深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說 這樣中共對龐芬的迫害 實際上呢 它是中共對法輪功持續迫害了23年的一個縮影 其實它也是對整個世界最基本的信仰 最基本的人權和價值觀 都是一個巨大的危害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請見